好我們來看一下上次 就是這一次你們作業的總評 那我再把會圖程序講一次 第一個你要讀圖了解空間整理數據 剛剛有同學來問說陽台尺寸多少 隔間牆是多少 這個部分我要跟各位講 一般習慣上 陽台的那個扶手的厚度是10公分 那隔間牆清隔間牆約略10公分 細酸蓋板 那隔間都是10公分 鑽牆12公分 大概現在大樓的隔間就這兩類 好 那你開始要設定圖程自行標柱 這在標準圖程檔就有所以我沒有再重複講 那要畫地界線 就是切到地界線成會地界線 畫牆心 有沒有 柱心強心再來畫柱位 再來把牆的開口 標出來 用Double line 畫牆 然後用圖塊 繪製門窗 插入適當位置 好 那繪製梯間 預測 廚房 這個大部分 我上次有秀 秀說你去怎麼樣去找 衛浴設備 有沒有 怎麼做成圖塊 所以你可以從網路上 從他的設備裡面 不管頭透的 還是合成的 那你找到他的圖塊 DWG檔 就做成圖塊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排水溝這一樓 排水溝陰井 大概看一下陰井你看過那個照片 畫完之後 排水都做完了 標尺寸 寫文字 寫註解 最後 比例尺 插入圖框 就是說 我們可能用四幅出圖 最後 設定出圖 大概就這樣的步驟 重複 了解嗎 這就大概是那個 那標準成平面圖大概就指的是2到5樓 因為我們這個是到5樓而已 就是說他平面都沒有什麼變化 那各位看這是陽台 那你要知道空間的感覺是陽台的強後 不會超過10公分 一般都以10公分為主 太厚是浪費 了解吧 這樣知道就好了 然後 這是那張圖要求各位出的 有同學問我 剛剛允俊民問我說這個東西厚度多少 10公分 這個從這個一半的圓心過來150 半徑 畫完 裡面在offset過來10公分就解決了 好不好 大致是這樣 好吧那這個部分平面圖 同學希望你去做這個圖有一個 圖塊 這個圖塊是從丙100裡面插入 好有同學這張還後面喔 大概過幾天要收 你怎麼插入知道嗎 我做一次給你看 插入圖框的時候 譬如說 我現在開啟 我現在開啟 我記得有個丙100 好這是丙100 好這是丙100 各位看到的時候 insert 這邊可以找到那個圖塊 屋頂防水格勒祥圖 確定 好這做完之後你可以看喔 尺寸都標好了喔 15 你檢查看看 我現在抓不到沒有炸開 好沒關係我就把它 抓過去喔 就用整個copy把它抓過去 然後就抓到我要的 假如說我抓到家製的 假如 比如 好我抓到模型空間 然後 我把它插入 當掉 好 OK 好 那 這個 常常發生喔 好那這個時候你就 對不起喔 有沒有存檔 沒有 就會哭了 好 一定哭 然後他在重開期會出現一個土檔要修復 因為那土檔已經亂掉了 這個問題喔常常發生 你看剛剛那個有沒有看到 你就開始給他 他會出現一些有沒有看到 recover recover就希望你修復他而已 好不好 那他會問你要不要 你就給他修復 好不好 土檔就修復完了有沒有看到 他在修復了 所以遇到當季也不要太那個他 2017 以前就會修復了 2017以後比較 啊 2020又不一樣的方式 2021又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他是背後不一樣 你畫圖 就可以這樣吧 OK 就就好了啦 這個秉100也當掉了 找recover 好 剛剛是不是這樣 所以當機不要怕 只要有存檔就好 那這邊你看 存到哪裡了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存到哪裡去了 好那沒關係 你就這樣 一樣把它複製 好不好 好 就抓一點 或者你就 選起來 Ctrl C 到這邊 Ctrl V 好就好了有沒有看到 就在這裡了 這時候 因為他是圖塊 所以你沒辦法點他一點 整個全部出現 整個都不見了 那要求圖面是希望說你還有一些標註的文字嗎 那這個圖塊的圖比例只是10倍嘛 1比10 所以這邊是15公分 1比10是要畫多少 你也不確定嘛 那先不管 如果說你這樣的話 他是圖塊嘛 我們就先炸開他看看 反正你可以再複製過來嘛 炸開之後你會發覺這個變小了 等下看他多少 148 所以應該是15嘛 他已經放大幾倍 10倍 所以他縮小完會剛好十分之一 所以這個圖檔已經放大10倍了 你就照這個你先不要改他這是應用圖塊的一種方式 你就把這些文字輸上去就可以了 這是做這個防水 的方式 跟同學講一下這個我沒有談到 所以從丙100這邊去抓 他還有很多圖塊 你可以看 當然將來用圖塊的話 你看table也有 表格嘛 然後 他還有什麼紫北針 二樓平面圖一樓片都要個紫北針 他有做好了 然後還有什麼 洗臉盆浴缸馬桶就講過了 那一般附註是在結構圖裡面的 所以這樣差不多就你就不用畫 那以後如果你要做施工工程圖的話 你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外部圖塊 這是內部圖塊 你可以見很多外部圖塊直接插入 譬如說 我在 譬如說 我在 之前的圖塊 譬如說 我找一個加之的平面圖好了 好這邊有一個門 110 那我要insert這個門窗的時候 我先找insert 然後我的圖塊在哪裡呢 我以前做一個外部圖塊 D1 你只要做圖塊在一個block 都有我就選這個圖塊 開啟 對不起這時候 要先注意一點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在 門窗 這用五十分之一不太對 應該100 那圖層在哪裡 DW 可以 有沒有看到 DW 好 這時候再按一次insert 然後 瀏覽那個圖塊 D1 他是100的 開啟 開啟之後這三個都勾選 然後呢 不要分解 分解就是炸開 不要分解 確定 那這個門窗在哪裡呢 我講要做這個門 從這裡 這門是110對不對 我這門做多少 100的 點下去之後 1.1倍 旋轉幾度 S等於同Y的比例 旋轉幾度 剛剛是這樣嗎 幾度 你打90看好不好 到這邊 所以我剛剛是這樣 所以你要弄清楚你的圖塊進來什麼角度喔 好嗎 那如果你不確定 你就會 有時候會很累 好 把它按掉 再insert一次 好 確定 這樣過來是幾度 我剛打90對不對 對不起錯了 再一次 insert 他要先講比例 1.1倍 X等於Y 然後旋轉的時候 這樣是-90 -90 -90度 你看就正確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門一定是用圖塊 那你會說老樹如果門沒有那麼大呢 假如啦 我現在說假如 這位是90 假如是做一個 一樣那個門 insert 還是D1 在這裡 先不管開啟方向好不好 先不管開啟方向 我在這裡 然後呢 他是90 就是0.9 因為我畫100 然後 X等於Y 一樣-90度 所以這個需不需要你去畫 不用 知道嗎 假如這是一個拉窗 這邊是105 拉窗 好 我一樣insert 找 因為圖塊已經做外部圖塊 W1 有沒有 做這個 開啟 好這個時候 確定 在哪裡呢 在這個終點嘛 中點在哪裡呢 如果你不確定 Shift 右鍵 兩點終點 然後 他是 1.05倍 因為我畫一公尺 有沒有看到 Y等於1 窗要特別用Y等於1 對喔 然後 好到這邊 那你說畫歪了我應該對這條線才對 對沒有關係 這時候我用Move 這個時候還是要抓兩點的終點 OK 窗是不是畫好了 所以你說窗我畫一公尺這1.05可以畫照樣可以 懂不懂意思 所以這門窗不就畫好了 而且非常的快速 OK 好吧 那就先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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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